说起迪丽热巴 相信大家一定都不陌生 她是一名知名度超高的演员 被人们称为90后小花旦 同时她也是杨幂公司旗下最火的一位女艺人 如今出演了不少优秀的影视作品 她的演技也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自从2013年出演个人首部电视剧阿纳尔罕就正式出道 当进入演艺圈就担任大女主 这种资源待遇真好 随后又接连主演了克拉恋人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烈火如歌等等都让人印象深刻 作为圈里有名的新疆四美之一 迪丽热巴颜值身材自实相当出挑的 五官长相自带抑郁时尚色彩 眉眼精致眼神深邃 鼻梁挺立看着很有立体感 同时热巴的身材也是超好的 尚未要人腰制纤细眉腿修长 整个人的身形非常不错 可以说是性感迷人了 在各路女明星争起斗艳的红毯上 迪丽热巴向来是最引人瞩目的那一个 不仅如此 迪丽热巴也是实力与偶像兼具 是最被业内看好的小花旦之一 2018年 热巴成为第七位精英女神 并荣获第29届中国电视精英奖 关注喜爱的女演员 在老板杨幂的保护下 迪丽热巴的事业可以说是蒸蒸日上 而且她的综艺以及电视剧都有很好的口碑 我觉得这一路走来 我都记得自己非常清晰的脚步 我都知道是 就是怎么怎么一步一步 就是能够到今天可以就是 有自己喜欢的角色 也可以有这么好的机会 可以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不过在最近有网友爆出 迪丽热巴和男演员黄瑾瑜似乎在谈恋爱 甚至一击怀孕 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2月10日晚 张大大在直播间跟网友连麦时 一个自称是迪丽热巴的粉丝 他问张大大 迪丽热巴是不是真的怀孕了 当时张大大被问懵了 本来想跟大家聊天还挺开心的 听到问题后脸色瞬间变了 变得严肃 在张大大说不清楚之后 他有疯狂输出 迪丽热巴不是杨幂旗下艺人吗 你怎么会不知道 迪丽热巴我喜欢很久了 面对网友的质问和激动喊话 张大大结结巴巴的回了句 我也不清楚 随后不少网友感叹 张大大这到底是啥体质啊 每天都能遇到抓马事件 简直是人生百态聚集地 我们也都知道 早前黄景瑜与迪丽热巴 两个人共同出演的幸福 触手可及这一部影视作品 当时杀青丸就被爆料两人疑似音系生情 随后又被扒出许多的东西都是同款 比如情侣款水杯 同款手机壳和同款手提袋 而且同款都是同一季节的 还透露道 黄景瑜妈妈来探班时 也邀请了迪丽热巴一起吃饭 而热巴在一旁一直端着包子十分害羞 如此多的巧合 可难不让人想入非非 再一次采访中 就有记者问迪丽热巴 最想嫁给娱乐圈里的哪个男明星 这时大家都在纷纷猜测热巴会怎么回答 只见迪丽热巴低头思考了一回 回答 爸爸喜欢男朋友只会对他一个人好的 在热巴的心里 爸爸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 难怪会想嫁给像爸爸一样的人呢 不得不说 这样的回答相当高情商 一方面回避了这个问题的尴尬 另一方面呢 又回答了观众非常想知道的问题 记者继续问道 对于另一半的择偶是啥 他的回答则是身高1米8 看见很舒服 颜值也要般配 并且要有优点的 闪光点 这话一出 就让网友瞬间坐不住了 这说的不就是他吗 不过迪丽热巴如今已年过30岁 要是真的在一起了 网友也是会送上祝福的 现在只能两人主人公的官宣了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 不过迪丽热巴如今已有颜值的人公的 谢谢观看